弟兄姐妹们,早上好! 这个时候我想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的主任牧师 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说 我们一起掌声来欢迎我们的主任牧师 因为我要赶时间,所以我用英文跟你们讲一些事情 我刚刚从楼上下来 因为我们今天英文堂是进行阿美加楼的游览 我们是在下个星期 我们在期待着临时许可证的批准 因为我们现在只能够探房,不能够使用 因为现在我们不是正式的屋主 所以现在是由承包商邀请我们过去 看游览那个建筑物 其实我们等候使用这座新楼其实等了很久 感谢主我们中文堂能够有福分 能够使用这个新的场所 我们不需要等候 我相信神对中文堂是非常好的 这个疫酒冠病疫情真的是造成很多的头痛 疫情前本来很多头发 疫情后就变得少了 其中一个最大的头痛就是 到底有多少个人数能够实体来到教会参加聚会 去年的阻断措施 就是四月到五月的时候 完全是零不能够参加任何崇拜会 之后就比较开放 就从五十到一百 然后两百 现在是两百五十位 更改一直在变动 感谢大家的体谅 能够跟教会配搭 一起跟我们一起在变动 而且你们是非常灵活性的一个群体 来临的五月份 将会有另外一个大的更动 可能在当中参加第一堂崇拜会的弟兄姐妹们 影响不大 但是会影响到参加第二堂的弟兄姐妹们 从五月二号开始 大家听清楚 我们本来原本有两堂崇拜会 对吗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容纳 如果联合的话 那个人数不是增加吗 那我们要怎么样容纳我们的群体呢 我们就会使用一楼和四楼礼堂 就是从五月二号开始呢 中文堂的崇拜会将只是一堂 就是上午九点到十点 有一些会在这里 有一些会在四楼 我们会通过广播的这个事工来服侍大家 我必须解释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十一点的崇拜会 融缩成为一堂 我必须跟大家解释 现在我们的重派会的时间 其实是九点到一点是连续性的 就是九点到十点是中文堂 然后英文堂 然后再十一点中文堂 十二点英文堂 因为我们的打算就是 要从现在的两百个人数 一个堂会 增加掉两百五十位 那MCCY的这个政府机构就说不行 因为我们要隔开半个小时 或者就是如果隔开的话呢 换句话说 第一堂的从外可能要八点开始 那或者是最后一个聚会呢 我们经过很多很多轮的讨论之后呢 我们就决定呢 把两个中文堂的堂会联合一起 然后英文跟英文就是 还仍然保持两个堂会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联合在一起的话呢 我们出席人数 大概可以容纳三百位左右 就是大概是六十八仙 就是我们疫情前的人数 六十八仙 英文堂也是一样 就是说呢 每一个堂会就是他们能够有六百个 六十八仙的出席人数 跟中文堂一样 就是现在呢 如果把时间换的话呢 六十八仙就是疫情前的人数 中英呢 我们都有六十八仙 那时间呢 其实黄金时段呢 是中午十点半到十一点半 我们呢 就把这个时段 给英文堂 不是中文堂 为什么我们会要这么做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我们主要这样做的原因是 因为为了儿童教会 在疫情前呢 我们的儿童教会 人数是两百个儿童 今天呢 如果根据这样的时段走的话 儿童教会 只能够容纳一百位儿童 你们都知道对不对 太早的话 孩子是起不了神的 太迟呢 他们就要睡觉 所以我们是成员人 对不对 我们就把这个黄金时段 给这群小孩子们 第二个黄金时段 就是早上九点 我们就把第二个黄金的时段 就给中文堂来进行崇拜会 其余的时段呢 我们就给英文堂来 进行他们的崇拜会 所以在这个时段呢 我们真的是要彼此配合啦 如果今天中文堂必须要放弃一个崇拜会的话 但是如果你转换你的思想一下 你会发现到其实你参加崇拜会之后呢 十点过后 你就有自己的多空出 许多的时间给予自己 和做其他的活动 就是呢 如果中文堂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词典过后 对吗 你们可以根据你们去 组织活动 甚至是小组 或者是彼此之间 那教会同工呢 我们这方面呢 我们也空出那个时间 可以举办更多 中文堂就是实体的一些活动 如果我们转变我们的思想的话 就把这个联合的决定呢 我们好不好 就是创意性的 可以做出一些额外的事情 是我们从来 据我们所知呢 这个250位的人数呢 将延续到年底 所以这个安排呢 将会从5月份 维持到今年12月份 我们目前所做的 这些措施呢 都是暂时性的 你相信是暂时性的吗 是 这些都是暂时的 如果我不是暂时性的 我就变成黄瑞杰部长 我们要回到正常的生活 正常两堂的崇拜会 两千多个会有的要回归 这是会发生的 我们就要持续祷告 求神彰显祂的荣耀 然后让这件事情 发生在新加坡 现在呢 我们真的是要承受 很多的局限 很多的损失 我鼓励大家 就是现在暂时性 我们就跟教会一起配搭 一起合作 然后人一时 海阔天空 所以我恳请中文堂会 有弟兄的谅解 就是从5月2号开始 我们将联合两堂聚会 成为一堂 然后呢 从这个时段呢 我们就一直 也回来教会 敬拜神 Thank you very much God bless you people 谢谢主任牧师 他又要赶场了 又要上去了 OK 你们可能会想 哎呀 今天是不是没有讲道 有 我就利用20分钟的时间 来创造历史 把我20分钟的道 给大家讲完 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 今天是4月11号 对不对 时间是不是过得很快啊 非常快 快到不得了 一眨眼呢 你知道多两个月 就是半年过了吗 不知道大家生活过得怎么样 即使疫情 仍然还在 但是我相信大家 有主的恩典 有主的平安 生活一定过得很好 那下个星期呢 中文堂呢 将去哪里啊 下个星期 去哪里 鹅霉 这个字啊 我每次有 第二声 鹅霉 家 鹅霉 甲楼 鹅霉 甲楼 OK 我们下个星期呢 将会去到那个心楼呢 去游览 让大家见证到 神对圣殿福音教会的 作为和供应 你们看到 那个建筑物的时候 不是突然的 而是神的恩典 神的供应 所以今天的信息 我将带领大家 在游览这个新楼之前 能够明白其中的意象和意义 把一切的荣耀和尊贵 都归给我们的神 今天我的正道主题 就是领取这地 经文取字在 出埃及记三章一到二十二节 好吧我们先低头祷告 来我们一起把这段时间交托给神 天父感谢你 带领圣殿福音教会 实现他的使命 耶稣感谢你 对圣殿福音教会的慈爱和怜悯 圣灵感谢你 为圣殿福音教会开路和启示 虽然疫情还在 但是在这段期间 我们却目睹了你的作为 荣耀和供应 在新时期里 我们相信更大的荣耀 更多的救恩 将临到我们的教会 我们将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祈求 大家说 阿们 在2018年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的主任牧师 他就在两个联合崇拜会里面 就兴起了我们的教会 去扩张意向 就是扩张我们的战盆 还有领土的意向 当时我还记得 就是我们中英群体 联合在一起的时候 主任牧师就挑望我们 不但是在 金钱上的奉献 而且呢 在祷告上 我们要交托 这块土地 给神使用 让神的荣耀降临在 我们的教会里面 三年后 虽然我们是在 这个疫情下建堂 神呢 彰显了很多神迹奇事 让我们呢 今天呢 看到这个新楼的兴起 很漂亮的一个新楼 也要带领我们 今天中文堂的群体 去领取这地 所以我的信息 总共呢 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呢 就是呼召 第二方面是听从 第三方面是 讲赏 我就先进入第一方面 那就是呼召 The calling of God 在出埃及记 三章八节里面 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 这里这么说 我下来 是要救他们 这个我是谁呢 我指的是 耶和华 他下来呢 是要救他们 他们指的是 以色列民 来脱离 埃及人的手 领他们出了那地 到美好 宽阔 流奶与蜜之地 大家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很熟悉 对吗 当时呢 神其实是听到了 以色列人 他们的哀声 他们很痛苦 所以神听到 他们的哀声的时候 他就通过了 荆棘燃烧的这个事件 像当时 听好哦 八十岁的摩西 显现 告诉摩西 吩咐摩西 要带领以色列民 去迦南地 所以他给 摩西这个吩咐 好 你现在呢 就信靠我 我要带领你去到 迦南地 这个美好之地 当时的摩西呢 他就自我怀疑 大家都记得吗 摩西说哎呀我不行啊 我不可以啊 我不能啊 叫那个人 叫这个人 他总是百般推迟 他总是说他不行 他自我怀疑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样的人的情况之后 神没有放弃他 神还是使用摩西 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 他给摩西几个承诺 首先他告诉摩西 神说我和你同在 如果大家翻开出埃及记三章十二到十五节里面 你们可以清楚看到神向摩西说我和你同在 你不用担心 你不是一个人去迦南地 你不是要带领以色列人一个人 不是的 而是我和你同在 当时呢 以色列民呢 他们在马拉经历了神 把那个苦水啊 变成田的时候呢 神迹的时候 神就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民 告诉摩西 我将与你同在 所以呢 当你将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之后呢 你们必要在山上侍奉我 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所以神很清楚地告诉摩西说 我和你同在 所以你不必怕 第二个承诺 他给摩西的是 除了告诉摩西 我和你同在 他告诉摩西说 我会给你方法 我们可以从十六节和十七节看到 当时呢 给什么方法呢 因为摩西要做这个非常挑战性的工作 所以呢 摩西就需要那些长老们的帮助 神呢 就向摩西显示 说你去召集这个以色列的长老 告诉他们 和你一起带领以色列民 出埃及 神不但呼召摩西 他也给摩西方法 就是换句话说 我们每一个人 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 神也会给我们方法去做 第三 他给摩西的另外一个承诺是 我会帮助你 在十八节里面 你知道带领的任务 很艰难 主任牧师带领教会的任务 是很艰难的 很多时候是真的一个人去面对 但是神 与摩西同在 神与领导臣同在 所以不但与他同在 神也会帮助摩西 这个是神向摩西给予的承诺 还有另外一颗承诺 就是在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神也向摩西说 我会为你行神迹 其事 就是说当时大家都记得吗 以色列人他们要离开埃及 埃及王说 不可以 你们不可以离开 不允许他们离开 过后呢 神就行神迹其事 使到埃及王没有办法 只好让 以色列民离开 摩西是一个受到神委托 他被神呼召 就好像我们的教会 被神呼召这样 可是呢 摩西的反应是什么 他百般推辞 他不愿意做神家的工作 但是神的承诺呢 证明了神是信实和慈爱的 就因为这个缘故 摩西说 好 我去 教会也是如此 教会今天呢 也凭信心呢 决定在建堂之后 就是建这个新楼的时候 我们也面临很多弟兄姐妹们 当中的一些差异和挑战 都有 跟摩西面对的 摩西是很多 是自我怀疑 我们在 领导城决定建这个新楼的时候 他们自己也面对 可以吗 行吗 能不能做到 总是面对很多差异和挑战 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 神承诺了我们 三个三样事情 第一样事情 神承诺给圣殿福音教会呢 说我与你们同在 你知道在建堂的过程中 就是当我们决定 凭信心决定 开始建堂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见证了很多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的神迹吗 你们也知道 我们见证了神的同在 我就来提醒大家 我就来跟大家分享 你们记得吗 当时 主文牧师不是有分享说 当我们要 在还没有建这个新楼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 底下层是有排水管的 但是神迹其实发生了 政府官员批准我们 迁移这个排屋水管的管道 好让我们能够 把建筑物建在这块土地上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大家自我记得 之前呢 在我们教会前面 其实有两棵大树 有关当局呢 也允许我们 搬动马路的两棵大树 好让这个树呢 不会阻挡到 这个建楼的过程 还有呢 你知道在疫情当中的时候 整个时段呢 保守了我们的建筑工人的安全 甚至是我们面对这个 这个骨痛医血热症的时候 据我们所知 没有这个场地的工人 没有一个被有得到 这个医文的攻击 或者是这个疫情的影响 所以在荣耀归给主 这证明了神 当我们凭信心 决定去建楼的时候 神与我们同在 因为我们愿意去承担 神家的工作 第二个承诺 神给我们教会的是 我为你们除去所有的障碍 神在建堂中呢 其实为了我们除去一切的障碍 显示了他是信实的神 所以大家今天可以 在三年后呢 因为其实是在两年后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我们延误了一年 因为没有工人啊 我们停顿了一会儿 所以造成呢 今天三年后 我们就见证了神的信实 第三个承诺 神给我们教会的是 我会供应你们一切的需要 我们的神 是耶和华以乐 他为我们预备一切 所以看到这座楼的落成的时候呢 我们相信耶和华以乐 为我们的教会预备了一切 让我们圣殿呢 能够领取这个新的地 你呢 我想问大家 你相不相信神为你预备一切 在你生命里面 你是不是有缺乏 无论是灵命上的渴慕 无论是精神上的渴慕等等 你是不是相信神会为你预备一切 今天神要向你说 我和你同在 我为你们除去所有的障碍 我会供应你们的需要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们今天有缺乏吗 好不好来到神的面前 神要向你说 我和你同在 你不必惧怕 我会为你除去一切的障碍 我会供应你的需要 这是神给予我们教会的呼召 那就是扩张站棚和领土的意向 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凭信心 回应了神的呼召 第二方面我们看的是听从 神呢 他听见百姓的 发出的哀声的时候 他就呼召摩西 带领以色列民去哪里 离开埃及这个受苦的地方 去迦南地一个应许的地方 他们在路途上呢 遇到很多试炼 什么试炼 你知道摩西 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的时候 他们面对的情况是真的很糟糕 好像白天炎热 夜晚寒冷的天气 不止他们还要走幻野的路程 还有面对到水呢 变成苦的这个 这个等等的挑战 可能这些以色列民 他们会问 为什么我们会面对这样的情况 如果我们留在埃及 就不用面对这些 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嘛 神却要在整件事情当中 要以色列民明白 虽然日子不是事事如意 包括我们在内 对吗 我们的日子不是每天都如意的嘛 但是呢 他告诉我们 他与我们同在 所以要以色列民 要圣经福音教会的会友 来信靠他 所以呢 听从呢 当我们要听从的时候 我们不是一时的冲动 OKOK 好了 我决定听从你了 不是一时的冲动 而是在决定听从的时候 是一种信心的回应 所以以色列人呢 他们有神的保守 可是在过程中的时候 他们相信了那个十个探子的负面报告 所以要决定回埃及哦 他们选择相信负面性 忘记了 其实他们有那位信实的神 他们没有去信靠神 他们可能当初是听从了摩西 说好 我跟你去加南地 可是呢 听从不是这样单单 好 我跟你去 而是在心里面说 有一种信心的回应 我愿意信靠我的神 当我决定听从神的时候 其实我是做出一个回应 做出一个信心的回应 你知道以色列民 他们绕 他们经过了多少年才进加南地吗 据我所知 其实从他们的地方啊 要去到加南地 原本只需要11天 11天 11天 可是呢 以色列民却花了40年 想请问大家 我们人是有几个40年啊 真的 如果当初以色列民 他们信靠神的话 他们听从神的指示的话 他们今天就不会花40年 才后来进入加南地 而是11天 那你呢 我们愿不愿意 凭信心去听从神呢 要不然呢 我们就没有多少的40年 能够让我们去使用 所以呢 我们要好好地从这个以色列民 他们的经历中学到宝贵的功课 当你听从神的时候 当你听从神的时候 我告诉你 神会奖赏你 我就进入了我第三大点 以色列民呢 在旷野待了40年 他们呢用 但是神呢 在这40年没有撇弃他们 听好好喔 虽然他们浪费很多时间 一直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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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神没有忘记他们 你知道神是一个信实的神吗 即使以色列民在旷野 神用云柱火柱呢 带领他们走的路 神没有说 好了 你这样不听话 对不对 我不管你了 我们有时候父母是不是这样啊 你不听话对吗 不管了 你在那边哭 神没有这样对待以色列 当然 他也有管教以色列喔 不是说神就是宠以色列 不是的 神在当中也有管教以色列 但是在管教在当中的时候 他没有忘记他们 他仍然爱他们 所以大家看得到就是 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他们在旷野里面相聚的离世 因为他们在那边40年嘛 那么呢 后来呢 是第二代 第二代的以色列民 在约束亚的带领下 进入美好旷野 流奶与蜜之度 到了最后 我们发现的 以色列人绕了40年 终于成功领取迦南地 我们圣殿要不要绕40年 才成功领取新的大楼呢 我们 我们到底有多少40年 修主帮助我们 所以呢 就是因为这样 但是神还是对以色列民信实 他们终于实现了 神对亚伯拉罕和后裔的承诺 所以听从的奖赏 是领取这地 我们听从神 必有奖赏 当我们 我们做这个教会的会友的时候 当我们期待这个新楼的 开放的时候 你知道吗 在这个新楼 在开放 还没有开放的时候 神已经在我们当中做了奇妙的工作 什么工作呢 我们就听到好的消息 就是神使用了我们两位宣教牧师 在这个榜儿的这个地方 苏芒沃这个地方呢 开始的去迎娶当在那边 好多个越南群体的那个地方的事工 就因为这样呢 当初开始的这个小的事工呢 今天我们看到有三位姐妹 已经信了耶稣 而且他们跟我们一起 在这里敬拜神 所以呢 这个是听从 若他们没有听从的话 试问我们怎么把福音 传给这些越南姐妹的群体呢 所以听从的奖赏 就是当我们听从的奖赏 就是开拓了教会 在榜儿的福音工作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圣殿呢 其实神呼召我们牧养三个市政 什么市政啊 后港 圣港和榜儿 在后港呢 我们都知道 我们做了这个工作很多年 在圣港呢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 很好的开始 那就是我们有一个热灵活动中心 榜儿呢 其实我们一直在绞尽脑子 不知道要怎么样开始 但是感谢主 新楼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 神就已经在工作了 给予我们 开放给我们这个地方 让我们可以开始 榜儿的福音工作 那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领取这个地后 我们该怎么样去履行它呢 既然我们都知道 我们教会的使命 我们教会的呼召 是要去牧养这三个市政 那我们要怎么样 去履行神的使命呢 首先 我们要转变我们的心意 可能你会觉得 哎呀 做不到的啦 我们很难的啦 我们没有那个资源 现在我要眺望你 转变你的心意 在提摩太后书 一章七节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一 二 三 因为神赐给我们 不是坦却的心 乃是刚强 仁爱 谨守的心 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神赐给我们的 不是坦却的心 而是刚强的心 所以不要说不行 只要我们愿意尝试 我们求主 来改变我们的心意 让我们有新的策略 新的能力呢 让圣灵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比如说 比如你想想看 蝴蝶 如果一只蝴蝶 它若没有转变的话 它永远只是一个小毛虫 对不对 如果今天乌龟 没有从龟壳里面 钻出来的话 它永远只是一个 缩头乌龟 所以今天 我们不要做小毛虫 我们也不要做缩头乌龟 因为神给予我们的灵 不是坦却的心 而是刚强 仁爱 谨守的心 所以我们今天呢 要敢于尝试新的事物 如果神给你一些 创新的主意 你不妨跟我们牧者分享 我们可以一起商量 一起对策 要怎么样去进行 如果我们没有敢于 尝试新的事物 我们就永远不会看到 新的变化 这个呢 就是我要鼓励大家 我们要改变 从今年开始 要改变一下 新的你的心意 第二方面呢 要怎么样去 履行这个使命呢 我们要持续 信靠神 做基督徒的 无论是在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都要持续 信靠神 你知道摩西 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是什么错误 他因为呢 以色列民呢 他们为了食物和水 一直在抱怨 一直埋怨等等 当时的摩西呢 他没有持续信靠神 他怎么做呢 他就冲动行事 他就 因为他冲动行事 使到摩西最后呢 他没有进入应许之地 而是谁进入了 是第二代 由约束亚进入应许之地 所以当摩西 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他其实提醒我们 一个宝贵的功课 什么宝贵的功课 信靠神的人 是有福的 换句话说 摩西 他当时没有信靠神 所以他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诗篇127篇第一节 这么说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今天要告诉大家 单靠你自己的力量 我们做不了什么 今天若没有神帮助我们的话 我们也做不了什么 今天我们需要信靠神 你的生命里面 你需要信靠神 无论是在你的工作岗位 在你家庭里面 在你一切的生活当中 你一定要信靠 你懂什么是信靠吗 信靠就是 后面有一个被盾 让你 有一堵墙 让你依赖着 去信靠 这位神 所以神就是你那堵墙 来让你依靠 我们要学习在这疫情 无论是什么 即使没有疫情 凡事都要信靠神 让我们看到神的名 不但在后港 在圣港 在绑额的被高举起来 甚至是在你的工作场地 在你的家庭里面 看到突破 看到救恩 看到神迹奇事 看到医治 看到很多美好的事情 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懂什么是主要的 你要看到这些东西 要怎么样看到吗 只有一个 持续信靠神 我们的神 在昨日 今日到永远 都是一样的 祂是值得我们去信靠 所以今天我鼓励大家 我们要怎么样去履行 神的使命 不但是为了这个心路 而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 你要更新你的心意 转化你的心意 不要永远 不要每次说 我不行了 我做不到 你要尝试一下 你要求神帮助你 求圣灵给你力量 让你尝试 至少你尝试 好过你完全拒绝 什么都不做 第二方面 就是你在你生命里面 你相信神会供应你一切吗 你相信神是你的 耶和华以乐吗 你相信祂时时刻刻与你同在吗 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 那只有一句话 你要持续信靠神 我来要总结 有一段经文我非常喜欢 就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这么说 我是阿拉法 我是阿梅加 是西在 金在 以后 永在的全能者 在1997年 我们建设了这个旧楼 我们现在是在旧楼还是在新楼 旧很新 所以我们在什么楼 我们在阿拉法楼 这是在1997年建好的阿拉法楼 请问这里 1997年的谁在这里 举手 这么少 来再问多一次 1997年的在这里的举手 不错 然后呢 在2021年完成的新楼是阿梅加楼 对不对 2021年在这里的举手 怎么不是全部举手 神是这两座楼的主人 听到 神是这两座楼的主人 祂是西在 金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所以愿神帮助我们 新楼已经盖好了 那住在新楼里面 站立这个新楼里面的人 我们就要开始求神更新我们 使用我们的教会场地 能够吸引更多人进入教会 我们现在是很多场地 我们不要让这个场地白白空着 好不好 所以接下个星期 当你去游览这个阿梅加楼的时候 你会亲眼目睹到 其实阿梅加楼的设施呢 也是会祝福到我们的社群 所以愿神打开我们的鼠邻 眼睛和耳朵的时候 游览的时候 你凭信心祷告神说 神借着这个楼 这两座楼 让更多人信耶稣 让神的荣耀降临在这地 好 我们一起来低头 我不知道今天大家信息你得到多少 但是我要大家带回去 两个宝贵的功课 第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 我希望大家呢 今天你就把自己的生命献上 你求神来更新你 给予你一个勇敢的心 因为神赐给你的不是坦缺的心 而是有一个勇敢 有一个谨守 还有仁慈的心呢 去求神使用你 在各方面为他服事 另外一个方面 我要鼓励大家 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调望大家持续信靠神 因为信靠神的人 是有福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感谢你 让我们这一代 我们这一代的人 无论是什么年龄 完成扩张后港22阶 教会场地的任务 求主这个时刻 转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让我们每一个人 不要自我怀疑 也不要给予很多借口 而是呢 敢于尝试新的事物 我们有我们的软弱 我们有不足的地方 但是今天神 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坦却 不是坦 你赐给我们的 不是一个坦却的心 而是赐给我们一个 谨守的心 让我们时时刻刻 谨守我们的生命 敢于创新 敢于尝试 让我们在当中 看到更多人 走进教会认识耶稣 你的话语说到 若不是你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妄然劳力 求你继续坚定 我们的信心 并恩高教会的领导层 有智慧和策略 带领我们去牧养 和领取后港 圣港和榜额之地 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献上 求你帮助我们 持续的信靠你 我们将祷告 侍奉耶稣的名 祈求 大家说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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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